如果要用一个文学著作当中的人物 来形容自己的话 你觉得用什么样的文学人物 来形容自己是最贴切的呢 《红楼望里》的王熙凤 像他什么 公关能力 公关能力 你看 人说到这儿点题了 今天我们的这个张岳 来找的是公关岗位 一项企业是星空投资 期望薪酬两万 期望地点是上海 你为什么想做公关呢 我去年接触了一项新的运动 高尔夫 这是一项社交属性非常强的运动 你怎么接触的 就很多朋友都劝我打高尔夫 为什么劝你打高尔夫 说打高尔夫的女生 男朋友没有差的 但是我挺好奇 她为什么你一个天津女孩啊 投资的话 你自己开了一个店 要开到北京去 其实挺不好管理的 异地管理啊 我长期在那个练习场打球 然后恰好和销售的关系很好 当时她的一个店面 有一个合适的价格出对给我 所以我就接了过来 你干了多久了 半年 经营状况怎么样 收支平衡 谁来管理呢 日常 我 你去管理 还有一个员工 所以你平时还是住在北京 就天津本 北京两地跑 咱再回到你这个 王熙凤这事上 王熙凤还没过去 刚才让他们给打断 你为什么认为 王熙凤更符合你 王熙凤他在整个大官员 是扮演一个大管家的角色 他不仅要管账 还要协调 荣宁良府 跟一些其他社会关系 之间的问题 而且整个大官员 在后期出现了 很大的财政问题 包括管理人员 更新迭代的一些困扰 都是她一个人 去解决和斡选的 所以我非常欣赏 并且想向她看齐 也就是说 你并没有和她 类似或相同的经历 只是她的这种风格 她面临的这个局面 她的能力 让你更渴望 和她一样 去经受那样的 考验和锻炼 还有一点是 上大学之前 是偏林黛玉的 一个性格 然后上大学之后 就偏王熙凤的方向 转变 是有这样的一个趋势 真的 大学对你来说 发生了什么呀 你转变这么大 就是父母的束缚少了 然后有更广阔的舞台 去抒发自己的观点和思想 周围有一个 更宽松 更包容的环境 能让自己的各种才能 得到发展 但是王熙凤 无论是民间的评价 还是在著作当中 他都是一个 有时候缺乏公平 甚至是博得寡异之人 你为什么 会用这样的一个人 来形容自己呢 这和你最开始 学专业的初衷 和你刚才 给我的一种直观感受 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我觉得我们在评价 他历史人物的时候 是不能跳脱 他原来所处的历史环境 但是他并不是一个 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 他是清代写的小说嘛 肯定要在当时社会环境 去考评他 而不是我们现在的价值观 我觉得是两个问题 其实大卫老师在问你的 他评价了这个人的 性格特质 但是你讲的是 这个人的能力优势 对 所以你俩是在不同维度上 在探讨 是的 我相信以你的这个 内在的风格 和做人的标准价值观 也许不是王熙凤那样 但是你比平儿 我 谁说平儿 他自己说的 但有可能他是 元春那个路线 但是现在我看起来 我觉得不像王熙凤 小月 他不是王熙凤那个风格 对 我觉得你也不要 自己这样贴 他其实他有点贴近 他喜欢王熙凤那种 撒的劲儿 对 然后就是各种各样的 这种环境 他都能够去驾驭 这种气场是吧 他我觉得就从 目前为止看起来 起码从外化的东西 从他的外形 然后说话风格 语言节奏 我觉得跟王熙凤 毫无共同之处 就是你还不足够 去了解你的时候 你盲目贴上一个 会让别人误解你 对 然后这样就朝着 另外一个方向去 评判了 其实大悦老师 我挺想让您再 帮我们理一理 我们这个求学者 他的职业经历 让我感觉到 有点跳跃